全副武裝的特勤小組與高雄市行大警方 大批警力穿越草叢 來到一處民宿外圍 接著由特勤人員攀爬入內 破門攻堅逮人 屋子內一個個被壓制逮捕 高雄市行大接獲線報 經過連日的埋伏 跟肩掌握確切行蹤後行動 破獲隱身在恆春民宿內的詐騙集團 警方調查發現這個集團分層分流 每層樓進行不同話數 像是假電信人員 假檢警等來行騙 短短一個月就騙了新台幣3000多萬 現場查獲詐騙了手機64支 筆電 金融卡以及毒品 ケタミン等